轿车驾驶开在国道一号北上点进路段 前方却突然飞来一把铝梯 让女驾驶当场吓坏 道路上突然飞来铝梯 直接砸中轿车头 女驾驶气得破口大骂 把画面拉近仔细看 原来这把铝梯当时就掉落在内侧车道上 前方小客车没注意碾过 导致铝梯往后喷飞 有如大型暗器直接砸中轿车 已经掉落该路段的前后ETT门驾 被铝梯砸中的红色轿车 车头右侧大片碎裂 车灯也整个破损 女驾驶表示目前车损的价格 出估三五万元跑不掉 实际金额还在估算 但恐怕不便宜 不想自认倒霉 希望警方网友帮忙 照到赵世杰求偿 国大安企袭击 无独有 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 国一人的悲伤路段 连接车经过车辆旁边 没多久出现 疑似一个木棍的物体 从车顶直接落下 让不少人看过 直呼莫飞 这个木棍是被剑气发射出来 在网路引发热议 警方表示用路人没将货物固定好 导致东西像暗器一样乱飞杂人 可依法开罚三千元到九千元罚还 民众一时疏失 遭到罚钱事小 如果造成他人伤亡 可是得不偿失 记者吴国珍陈昭谷高雄谈谈报道